春天里那个百花香 要说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 花红柳绿 英歌艳舞 让人这心情跟着阳光灿烂的 行了 你就别离个郎离个郎的了 任这春光似锦香 也是有人欢乐 有人愁 家住锦州义县 城关乡 五里屯村的周大姐就挺愁 别人的春天是百花香 他们家的春天却充满了猪粪臭 推一车圈里的粪 我真不让我活了 我这一开大门 两车豪车粪给我门口 送到了李家百米之外 路口这里全是去 全是去 就这道路里去 管他寻到了谁的家 抽起满村漂 大姐上火又纳闷 自家周围都是份恶臭熏天 蚊虫多 这种日子没发过 你看这就是我家 就一枪资格 三米的水泥路 这再长了 这些水泥路就堵上 这里就俩多月 他一月二十多号给我们清的 现在人家不给我们清的 因为你都猪粪人不给你清 这一片全是猪粪啊 全 一直盯上那 盯上那 全是猪粪 现在还没满呢 这是今天早上新到的吗 新早上新到的 这个 哎呀我天哪 这个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 我现在是有点这个鼻炎的状态 鼻子不通气 但是我在大姐家的院墙下面 都能清楚地闻到 恶臭的这个熏鼻刺鼻的味道 那这入下了咋整啊 入浮了之后啊 入浮这些全是去 全是去 就这道路里去 它那边是尿坑 冬尿 它不往那里抽 从这边一直到这儿嘎的 都留到这儿 全是尿 这一冬 这就是尿病 厚厚一层 猪粪堆在院墙旁 猪尿门前流成行 要问这些打哪儿来 邻居的 这个是周大姐邻居 新大姐家 这个猪圈这个位置啊 这外面盖着一层这个塑料薄膜 里面能听见猪叫 但我们看不进去里面什么情况 看猪圈的规模呢 长度大概有三十米宽 然后宽线呢 大概能有十米左右 然后这里面呢 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 闻的这个刺鼻性的味道 不是特别呛鼻 没有周大姐门口 家门口前那个味道那么呛 要说这两个邻居啊 离得也挺近的 大概也就 五十米左右的部署 前院也上村上早了 就说后院就说 猪尿猪粪分太多 村上就说 你回去吧 明儿以后就是修路就好了 直到去年村里把各户门前的土路 都修成了水泥路 周大姐以为能闯口气了 可万万没想到 去年七月份修的这个路 修的这个水泥路 这个水泥路修完了以后 他就不就是挪我这儿来了 跟全院不发生关系了 所以我就不愿意 我就让他挪 挪他当时就正说的 说那你去找去吧 你找个地方 找哪儿我就到哪儿 那行 那我去给你找一下 我上村上去了 他说那太远不去 顶多我就是到参加方西 这邻居不太讲究啊 咱说都是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乡里乡亲 但凡是讲究点的 也不能把这猪粪 倒到邻居家门口啊 那你让别人怎么生活啊 猪粪不能当肥料 交地施肥 种菜啥的吗 按照国家畜牧法的规定 续勤养殖场 应当保证续勤粪便 废水及其他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 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的 正常运转 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 防止污染环境 续勤养殖场 违法排放续勤粪便 废水及其他固体废弃物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应当排除危害 依法赔偿损失 必须得找个地方说理一句 于是这周大姐一堵气 找到了锦州市生态环境局 一线分局 他到这嘎 的确是到这嘎取证里的 来看里的 的确当时这嘎就有粪 还有尿 就我这门口 这嘎在尿坑 还没干啥呢 就是说这个 让挪 我正问他 我说这个 要是挪是挪一时啊 还是挪一世 他说挪一世吧 那就以后永远不 我说那包括天气不好 就请问一下 我当时想到这个了 因为我知道 跟前住 我知道他家杀人 他说天气好与不好 必须到指定那点 你这你放心 你就回来来签字 这就可以了 村上这是我们村书 就给我们写的 这习义书 说必须挪到指定地点 就是影响环境 这个属于调解学艺术 当时你们也都 他也同意了 同意了 他签的字 村委会还牵头 在周大姐家 北行200米的地方 挖了个大坑 专门用来收集 纯粗 畜秦排泄物 我身后的这块地呢 就是村里为了让这个 盗住粪的这个养住户们 远离周大姐他家 特意在离周大姐家 能有200米左右的地方 新开的一个这个 风坑 填风坑的这个地方 这后面这块 是过去之前 去年时候挖的 现在已经填满了 但是在填满的新坑 旁边又开了一个更大的坑 周大姐以为 这次能彻底松口气了 就在他大口 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 邻居又变刮了 就这个 完了就32天 随把他又往门口倒 我们带着这个周大姐 一起找邻居看看 看邻居这个 倒珠粪到底是喂点啥的 邻里之间有啥 解不开这个结的 这个珠粪是咱家去那边倒的吗 那他那个北边满了 我不知道 北边满了 北边满了才倒的 不是故意倒的呀 不是故意的 你看我就说 不能是故意的嘛 所以今天我们就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这个事吧 我们帮着调解调解 咱俩家能不能把这个事 给解决一下 解决 他就有地方我就倒 现在这个地方差等了 地方这已经修好了 往旁路了 你别这么激动大姐 摔门就走啥意思呀 这调解书白签了 闹呢呀 这话说的吧 实在是太招而来气了 你们家养猪得邻居给您找地方处理猪粪去 人家没给你找 你就到人家周大姐家附近了 这话说出去 要是遇到脾气暴的 那不是找打架吗 他还不满意摔上门了 关键吗 他说的村里面统一的那个地方满了 可是热线记者特地跑到现场看了 之前那个坑确实满了 但是旁边又新开了一个更大的新坑啊 既然不是故意的 为啥养猪的新大姐 不把猪粪往那儿送 非得倒在周大姐家附近呢 这是有啥安怨吗 大姐啊 大姐啊 闭门不说 闭门不说 闭门有缘故 热线记者最后找到了锦州市 义县城关乡五里屯村村委会 那就不是 就是村上已经得给他挖下坑了 挖十多天了 那能有吗 十多天了 有有有有 有通知他的个人说我这坑挖好了 既然村委会已经设置了新的集中收集点 当地的生态环境局也做过调查和调解 为啥这家养殖户还要这么干呢 为了化解两家矛盾 热线记者和锦州生态环境局一线分局 还有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新大姐家 大姐你别急动 我们也是过来调解的 就是主要是就想把你们俩这个 这个就把博尔的心结啊还是误会解开 咱最近为啥没有往那个指定的位置到 人家那地方满了 我我不知道 你看我们家老太太年钱烧了 连住院那啥的 我也没空 完就说满了 我说这宰丝 我不回我个个地方 垃圾点咱们可以到吧 完也没人说说那啥 我接受我就先到了 但是村上找地方 我也没啥 这两天事也多 你瞅的 这咱们也不撒谎我们老太刚没过事 如果村上你给我找地方有了我挪 我冬天我这一冬都挪都倒了 我何况我说在哪屋里我能挂就有没有人 找一个那个地方 是啊 找个地方都挂了 他挂了有十来天了 十来天我没往那瞅 你看我竟把我们家了 他也得试着 你这确实不应该把这东西 过去的之一 你拉一点 拉一点 这个 有地方我还回我家来地方 到这如粪你呢 你有地方 你村上给我找地方 我就回村上地方 我还是支持 在这工作里面 我觉得大姐这个态度还是挺好的 是这样的 来姐姐你也过来了 咱俩这个是邻里邻居多少年了 别说多少年了 没有 就到我那边 别的别说 啥话别说 村上给我找地方 我就让那人一挪 这个问题解决了完事吧 听话听音 显然周大姐和新大姐 这里里双方是存在矛盾的 只是具体的问题 两家谁也不愿多说 不过养殖户新大姐说了 出份的事她能办到 我自个儿我有个个的坑 可是来说我说这话 我不愿意说 谁说静静 让那人放肆 放尿 但是不得已 那你说冬天 童年这是修道 原先没道之后 就让这道人说实在道 灵径修道 这坑不够了 就往地吧 这边高 那边低 他一放嘴往那边流 那你说 现在大三九天 我抢土抢不了 接着就流了 你看这哪屋了 我让他流了吗 我说啊算是 完了 你这没有 没有 就要把这个 要勾进去就行 那你再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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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平时老说 远亲不如近邻 贼打火哨喊四邻 不管以前有过什么过节 往后还是得往好了处 那处不处 也不能往人家门口 到处分 这回这邻居新大姐 当着全省老铁的面 承诺了 说以后肯定会按照 指定地点清道 咱便希望您能够 说到做到 实在不行 就找执法部门 如果再这么乱堆乱放 那破坏的不仅仅是 邻里之间的和谐 更主要的是 那后面还有法律法规 跟着呢 是要受到相应处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